你好 我是徐七遇 欢迎来到全球智库报告解读 这一期我们的话题是 国际数字贸易即将到来的大国争锋 看到这个题目 你可能有点意外 因为数字经济的兴起 好像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 怎么这个领域大国之间也准备开打了 如果真是这样 会不会闹得像中美贸易战一样呢 那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和你说两条新闻 第一条 美国马里兰州已经通过法案 要开始征收数字广告税 第二条 韩国政府呢 四月底也决定要正式启动 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协定 也就是DEPA 说实话 这两条新闻 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的 但是非常重要 第二条DEPA的事情 我们后面还要细说 这里呢 先看第一条 美国一个州开始收数字广告税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要知道 数字服务 数字贸易和其他类型的贸易很不一样 所以呢 该不该对他们收税 这里的税啊 包括国内税 也包括呢 国家之间的关税 一直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话题 从国际上看 对于数字税 欧洲国家总体上主张收 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事实上不收 而美国呢 一直是坚决反对收数字税 为什么 你想 在全球数字经济和贸易方面 美国实际上处于大头部地位 2019年 美国数字经济的规模是13.1万亿美元 占世界的41% 排名第二的中国呢 是5.2万亿美元 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 谷歌 苹果 脸书 亚马逊 微软 这五大美国巨头 在全球数字经济和贸易方面呢 发挥了一种引领作用 影响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政府呢 一直不愿意对数字经济进行任何限制 主张数字信息自由流动 坚决反对征收数字税 特朗普时期呢 美国还因为数字税 和欧洲国家大搞贸易摩擦 对法国这些收美国公司数字税的国家呢 进行了报复 但是 美国马里兰州这个法案 传递的信息可就不一样了 马里兰州成为美国第一个 征收数字税的州 后面有没有其他州跟进呢 当然还有好几个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了美国在数字税问题上的立场 开始变了 而且不光是对国内数字税 对国家间的数字关税 美国的立场也在变 前不久 美国的财长耶伦呢 向欧洲国家表示 美国将改变以前的做法 愿意啊 参与全球数字税的谈判 这话一出 德法这些欧洲国家呢 立刻表示热烈欢迎 他们预计啊 今年夏天就可以达成 跨境数字贸易关税的共识 那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你想啊 发达国家里面 主要是美国在坚决反对收数字税 现在美国一松口 发达国家群体呢 可能很快在数字关税上统一立场 一旦发达国家开始收数字关税 那大多数国家都会跟进 而一旦主要国家对数字服务啊 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还要告诉你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 数字关税一旦实施 各国手里啊 就多了一样新工具 或者说是新武器 原来看起来还比较自由的数字贸易呢 很快就会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新战场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主要国家非常重视这个新战场 正在做各种各样的规划和打算 那这个新战场会怎么发展 对我们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这期讲座啊 就从全球智库报告的角度 来理一下其中的线索 先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国际数字贸易会成为新战场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 因为这几年全球数字经济啊 增长太猛了 现在全世界数字经济总量有多少呢 各家机构的统计方法不一样 我这里啊就引用我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 全球数字经济总量在2019年已经达到了31.8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的41.5% 所以你看啊 出现了这么大规模 这么密集的利益集合 那围绕着这个领域的国际竞争一定会激化 但光这样说还是太抽象了 我们接下来呢 通过一个具体的区域来简单的理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之前的讲座多次提到过的印太地区 特别是其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呢 4月份出了一份报告 20多页 题目叫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数字联通啊 欧盟的机遇 这家智库我们以前的讲座啊 已经介绍过它 这里呢 就不多说了 这篇报告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 主要就是讲欧盟如何参与印太地区的数字经济 其中呢 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那就是数字经济贸易下一步的竞争焦点 可能就在南亚和东南亚 为什么呢 报告列了4个重要变量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变量是数字经济贸易本身的高增长 报告说啊 论数字经济和贸易 中美欧三家肯定走在最前列 但是呢 下一步 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方的增长性更强 他说啊 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呢 规模加起来总共是4000亿美元 已经不算小了 但未来五年呢 可能增长更快啊 这里我要插一句啊 这篇报告的数据比我们前面影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呢 低不少 按我们统计啊 光印度一加就要达到5000亿美元 这个呢 可能是因为统计范畴不一样 不管它 报告说 其中东南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数字市场 2018年呢 数字经济720亿美元 到2025年估计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 而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是三个国家 印尼 越南 和新加坡 为什么是这三家呢 因为印尼和越南的数字市场啊 增长率最高 年均达到40% 而新加坡呢 是高质量的初创数字企业最密集的地方 那第二个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数字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 报告说 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方的数字经济发展 远远没有到顶 从数字端口的普及率就可以看出来 就拿印度来说吧 从2014年到2019年 它的互联网用户 从2.4亿增长到了7.2亿 移动用户呢 现在平均每月消耗流量 将近10.4个G 是美国和中国的两倍多 说实在的 这个数据我也没有想到 但与此同时呢 印度仍然还有4亿多人上不了互联网 90%的零售 还是用现金来结算 这一点和我们中国相比 差太多了 但是你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这正好说明 印度再加上东南亚国家 在数字经济方面 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离峰值还很远 再看一下报告说的第三个变量 新冠疫情 疫情爆发以后啊 东南亚国家和我们差不多 很多线下的事情被迫停掉了 但线上的活动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报告说 2020年的新冠疫情 是东南亚地区首次出现4000万人上网的情况 而且呢 还极大的改变了当地人的消费习惯 电子支付和轿车服务的需求 急剧上升 这对未来数字经济啊 会是一个持续的推动 那第四个变量 就是政策鼓励 简单的说 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在推出政策 鼓励数字经济 同时呢 在国际上拉伙伴 日本美国都投入进来了 当然了 我们中国也在投入 报告就提到 像阿里巴巴腾讯 这些中国数字巨头 已经进入东南亚国家 正在呢 深耕耗直 好 讲到这里呢 我们回顾一下这四个变量 增长快 潜力大 新冠疫情 再加上政策鼓励 我这里要插一句 这四个变量 可不是印太地区特有的 其他地方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在这四个变量的推动下 全球数字经济 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国际竞技场 大国之间的较量 正在拉开帷幕 那说到这里呢 另外一个问题也出来了 这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 大国争锋 下一步的焦点到底在哪里 是数字技术 是数字市场 还是别的什么 好 我们来看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焦点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啊 有不同答案 有人觉得 数字经济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 所以技术最关键 还有人认为 数字经济现在还在形成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工程掠地 抢占市场 所以市场是竞争的关键 但你要从全球各大智库的报告来看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竞争焦点 那真正的竞争焦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回头看一眼 前面那篇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 他在非常显眼的位置 引用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2020年6月讲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 欧洲现在必须在数字上领先 否则将不得不追随那些 正在为我们制定数字标准的国家 这句话太重要了 什么意思 那就是数字经济经过自由发展 或者说野蛮生长 到了今天这么大规模以后 接下来就面临一个标准和规则问题 比如讲座刚开始我们提到的数字税 原来没有的 现在一些国家开始收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就涉及到新的标准和规则 那国际上按谁的标准来办呢 规则主要由谁来定呢 这些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那这种规则之争最主要的国家 肯定又是中美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 简称MBR 4月份发了一篇报告 叫做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数字影响力 专门分析中美在数字影响力方面的竞争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眼 我这里只介绍他结论性一句话 在这个影响世界的拐点上 美国和中国都是候选领导人 在今天的数字经济领域决定性的竞赛 并不是围绕最好最新或者最闪亮的数字技术 而是如何来定义国际规则 那这就讲得更明白了 下一步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焦点 就是规则和标准 而中美就是竞争的主角 那么美国会在这个焦点问题上 怎么和中国竞争呢 具体的竞争场可能会在哪里 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份美国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4月份出的一份报告 题目叫做 印太地区数字贸易协定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份报告篇幅不大 但是直击问题要害 从它自理行间呢 你可以大致判断 美国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在哪里 这份报告是怎么说的呢 它开篇先说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呢 正在紧锣密鼓的给各国打电话 他和亚洲国家通话时 专门指出 数字贸易将是下一步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 写到这里呢 报告马上就点题 这一步非常正确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 美国不是想快速的恢复和亚洲盟国伙伴国的关系吗 那好 这个数字领域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领域 为什么呢 报告说 现在拜登政府需要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表明 美国回来了 但要人家真的相信 那美国就需要拿出一个有力的贸易框架方案 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对这些国家来说 美国你想把我们重新拢起来 就拢起来了 你得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个地区性的贸易框架 就能说明你的诚意 那美国这一点能做到吗 报告也很坦率 美国目前不能接受重大的贸易谈判 换句话说 肯定不行 讲到这里 我插两句背景 美国在搞亚太地区贸易框架上是经过大转折的 当年奥巴马时期 美国为了推动所谓的重返亚太 下了大功夫搞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也就是著名的TPP 门槛和标准都很高 实际上就是要把亚太地区的贸易框架重新洗牌 我这里坦白说一句 如果当年TPP搞成 那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外部贸易环境会出现一场大倒退 我们加入WTO付出的种种艰辛可能要重新再来一遍 所以当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美国搞的这个协定在自己国内也遇到了很大的反对 主要意见是给别的国家让利太多了 结果特朗普一上台就把TPP废除了 现在美国国内意见是更加分裂 这种大的区域贸易协定更不可能接受了 那怎么办 报告指出 总体性的这种大的贸易协定不行 但是数字贸易协定是有可能的 因为数字贸易和传统贸易完全是两回事 美国国内对此也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美国可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数字贸易上 构建一套新的规则框架 然后再以它为基础进行升级扩大 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地区贸易结构 你看它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那美国该怎么做呢 报告说美国没有必要把数字贸易的框架规则全部搭一遍 他说现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一些数字贸易规则了 比如说美日之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之间都签了数字贸易协定 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则签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的RCEP协议里面 也包括了一个电子商务的章节 所以美国下一步要做的 是牵头搞一个协定 把现在的多数协定串起来 这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这里你要注意 它说的是多数协定 不是所有协定 实际上这篇报告把各种协定都评价了一遍 最贬低的是哪个呢 你猜也能猜到 那就是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RCEP 报告说RCEP那个标准太低了 属于大家接受一种共同的最低标准 这就没有前瞻性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都按这个思路来做的话 实际上就是为中国电子商务的海外扩张铺路 所以绝对不行 那这篇报告表扬最多的是哪个呢 是新加坡新西兰智利签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你还记得这一期讲座一开始我提到的两条重要信息 一条是美国收数字税 另一条是韩国四月份决定加入DEPA DEPA就是这个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缩形 那它为什么重要呢 我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DEPA是新加坡新西兰智利这三个中小国家 2020年签订的一个数字协定 主要针对海量的跨境数字贸易 想在大国之间做一个相对独立 又能体现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规则框架 平心而论 这个DEPA的设计是有很多创意的 里面不少条款对规范促进国际数字贸易 有积极作用 这一点不可否认 问题在于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前面说到的美国当年力推的TPP 一开始也不是美国自己发起的 最初发起TPP的国家 基本上就是发起DEPA的这几个中小国家 新加坡新西兰智利 一开始它也是个中小国家之间的贸易机制 但是美国看中了它 而且拉着盟友伙伴国都参加进来 这个情况马上就变了 美国就相当于借TPP这个壳 一下子用它把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秩序 重新塑造了一遍 而且把我们中国排除在外 当年美国在TPP问题上可是差点成功 对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现在美国又看上DEPA了 布鲁金斯学会这篇报告就说 这个框架和美国的理念最接近 更重要的是DEPA是模块化的 开放的 新成员加入进来比较容易 而且规则可以不断的微调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 DEPA最适合充当美国组织地区数字协定的基础 而且报告把下一步加入DEPA的成员都想好了 那几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重要盟国 那这几个国家加入以后美国再加入那很快就能发挥主导作用 而且让DEPA成为美国推行地区数字贸易规范的有力工具 你仔细想一想 报告说的这个路数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实际上这和我们前面讲的 美国当年在TPP上的做法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说韩国加入DEPA是件大事 实际上说的是这件事情的后续很大 不光是DEPA这个机制本身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美国下一步很可能会借着DEPA这个壳 搞出一系列的大动作 从而塑造整个地区的数字贸易规则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结果 那我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这几年和国外建立起来的数字贸易纽带 获得的数字经济立足点都有可能被迫重新来过 这个损失和压力就太大了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那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避免呢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下一步这方面的动作几乎是必然的 指望它不发力肯定不现实 中美下一步在地区数字经济规则上 必定有一场大较量 所以能不能避免这种前景 关键在于两个因素 一是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会怎么跟进 二是我们自己的基本盘怎么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讲座的第三部分 决定中美数字经济规则之争的关键 首先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态度 美国在地区数字贸易规则问题上 能不能压倒中国 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 它在亚洲的盟国和伙伴国会不会积极跟进 而在这些盟友当中 日本的经济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 它的动向可以说最为重要 我这里有一份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 4月份出的报告 题目叫做面向亚太地区数字经济治理机制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 是在经济贸易领域非常著名的一家智库 和日本政府特别是经济产业省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这里补充一句 日本智库和西方智库差别是比较大的 西方智库的钱主要来自社会和私人企业 有一套很成熟的运作机制 而日本实际上没有这样一套机制 日本智库的经费 你要追根溯源的话 就会发现它主要还是从政府项目来的 所以它的独立性要弱不少 如果说西方智库主要去影响政府 那日本智库和日本政府之间就是相互影响 可能政府对智库的影响还更大一些 一旦清楚了这种关系 你就知道这份报告是可以看出 日本政府在地区数字经济规则上的态度的 这篇报告写的有点绕 但最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两条 第一 数字经济共同规则和标准 必须以前瞻性原则为指导 避免采用最低的共同标准 什么意思 你想 我们力推的RCEP不是被美国说成是标准过低吗 美国智库不是在鼓吹这个问题上要高标准吗 所以报告这条就显示出 日本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的理念 还是和美国更接近而不是和我们 那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肯定追随美国呢 也不是 你看报告第二条 日本认为亚太地区的数字经济应该采取开放的区域主义 不要搞歧视 要通过技术和经济合作在不同主权制度之间建立信任 这好像一点太抽象了 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 就是这个数字规则框架呢 必须要包括中国 像美国原来那种把中国排除在外 重新搞一个框架的做法 日本是不支持的 那日本最终想做什么呢 报告最后的一段话 实际上把日本的底牌亮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原话 由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制定规则 所以呢 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 就有责任推动创造性的和包容性的解决办法 所以你看 日本在地区数字经济规则这个问题上 想走一条呢 靠近美国但又不得罪中国的中间路线 或者说就是中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 和日本这样想法的国家其实不在少数 他们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这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呢 他们想走这条路 对我们中国来说 应该是积极面大于消极面 但是 这些国家的态度啊 也只是一个方面 真正在中美数字经济规则之争当中 扮演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中国自己的基本派 在这个方面 最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我们的数字丝绸之路 外界最关注的也是它 那我们数字丝绸之路的作用到底该怎么看呢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WIWS 近期出了一份报告 题目就叫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这篇报告对我们的数字丝绸之路的实际定位和规模的判断 和大多数西方智库都不一样 很有意思 他说 很多西方智库把数字丝绸之路看成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不对 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之间更多的不是从属关系 而是什么呢 而是并行关系 为什么 首先项目的重点不一样 一带一路主要是基建 但数字丝绸之路项目是数字平台 数字服务这些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项目的运行方式不同 一带一路项目呢 主要通过中国和接受国政府签署的双边协议来运作的 那数字丝绸之路呢 虽然也有这种双边协议 但实际范围要大得多 报告说 到2020年与中国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呢 有16个 但事实上 已经参加或计划参加相关项目的国家有多少 有137个 所以报告的结论是 数字丝绸之路的影响可能比一带一路本身还要大 而且任性更强 这样一个大的跨国工程肯定会对未来数字经济规则的塑造产生很大影响 你看这篇报告的观点非常清楚了 我这里呢再介绍一篇报告 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4月份出了一份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对欧盟和印度的战略影响 那在这个问题上他说的更具体 这篇报告也认为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影响会比一带一路更深远 因为数字丝绸之路争取的是世界上40亿新的数字用户 而且呢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 报告说 现在西方国家都在盯着华为5G 但实际上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涉及的远远不止这些 中国还在为很多国家呢提供一种并行的数字活动生态系统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你比如说电子支付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报告说 腾讯的微信支付和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导者 支付宝已经被50多个国家接受 其中呢包括29个欧洲国家和部分南亚国家 那这种海外扩张意味着 中国企业正在金融技术这个新领域里面 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报告归纳说 中国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呢会产生两种影响 一是让中国标准更容易成为国际标准 二是让多数国家的民众呢 拥有对中国电商平台数字产品的体验 而这种数字体验的时长和强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种数字习惯 这种习惯将使那些参与数字丝绸之路的国家呢 容易接受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规范 最后报告的总结是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正在对全球数字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任何力量想要简单的抵制已经不可能 未来的秩序只能在多种利益和模式的反复博弈当中实现 所以你看这两份报告实际上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那就是在接下来的这场数字经济规则的大国较量当中 中国手里啊不光有牌 而且牌一点都不小 这意味着什么 换一个参照系的话 这意味着美国在这个领域里面也不存在明显的优势 如果一场竞争当中谁的实力都没有绝对优势 那么谁能够在多加利益当中形成最大公约数 谁就最可能胜出 所以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这一场竞争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实力 更是我们求同存异的能力 好这一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